本港方面 零售方面 昨天就有消息說到 特首林鄭月娥就計劃推出 第五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令到譬如食肆、零售業等等 受影響的行業和從業員 就可以過年關 其實昨天看到這個消息 就是早段傳出的 我們網站也有報導的 很快的 看到最福寮1978 早段彈了一下 然後就下去了 其實坦仔也做好的 去到收市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 防疫抗疫基金這件事情 會不會有些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放在watch list 上 零售我昨天也有炒到 Randy剛才提過的兩隻 不過坦仔已經離開了 為什麼會離開呢 因為我發現1978也不太炒 很快抽上去又彈下來 我就想著會不會駁到 防疫基金 為什麼我會選坦仔和1978 因為這兩隻股票的炒味都相對濃 所以昨天也有些反應 即是有成交的 有成交的 也有成交的 所以我就試一試 但誰知道 1978我都現在變了韭菜了 站在那裡 都在捱緊的 如果從昨天的股價去看 似乎這條街 就不是太過著重於防疫基金 那樣東西 所以變成你炒一下就已經下來 或者資金都不是太過聚焦 那樣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 還未入場的話 你真的想炒的 你可能等到星期五 一星期五 它 supposed是會公佈的 我不知道它幾點開PC 或者怎樣的 去到那時候 會不會那條街 又突然間 我們又炒一圈 那一下你可以搭一圈順風車 但都是記住 如果你用昨天的走勢去看 因為那個應該都是很短人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再炒的時候 那都是要很快手去做 那你說如果昨天 一齊跟著車上了 那現在唯有先坐著 我都在等星期五 會不會真的會再炒呢 或者有時候可能會早一點 星期四 會不會已經做這些事情 我想大家要盯緊最新的走勢